顽固台独分子游锡坤叫嚣 台湾飞弹可以打到北京 民进党无脑狂言又在屋檐手听 一分钟带你矫正视听 一分钟看台 看台一分钟大家好 我是用一分钟和你分享台湾大头式的海峡浪报记者 终于视频制作不易 看完喜欢记得关注一下 那话不多说 我们一分钟倒计时马上开始 近日民进党顽固台独分子游锡坤 在视频演说时狂言 台湾云飞弹可以打到北京 打到三峡大坝 还恶语挑衅解放军 据说这游锡坤号称水牛伯 确定不是水牛伯吗 但凡有点军事常识都说不出这种虫话 游锡坤如此无脑言论 台湾各界听完那是相当气愤 游锡坤他不太懂就少讲话 IQ啊太低了 遭灾惹祸 骗岛内这些老百姓 你看骗人失败引起公愤 游锡坤竟然立马改口称 看报纸 从媒体给我的信息 和平 大家才会信 哇哦 墙都不服就服你 民进党人 国安 能去人生 脸皮折后 我看你不是吹牛伯 你是乌龟伯 雪峰飞弹 现在成了暴风飞弹了 台湾的老百姓不能够再容忍政客 这边胡说八道了 尽管几只青蛙的喧闹 影响不到整片森林 但是 放不能乱吃 话不能乱讲 民进党当局这些赤美丸俩 以骗谋毒 整天痴心乱想 他们这些骗人的戏俩 都将成为日后 审判其罪行的 一将将法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